接下来我们看42页跟43页这边 42页呢 这个服务是我比较早之前看到的 那我特别强调它适而没想法 没灵感的人 因为它比较属于发散性 不过最近又发现了43页这个叫MyMap 这个更好用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介绍MyMap 事实上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概念 它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Canva的白板 还有新制图 它们都是无限大 而且它可以生成简报 虽然它的简报不是那种很精致的那一种 但是它把整个简报的 这个 钢钥 然后呢甚至还可以有 图跟文 帮你生成出来 所以 不只适合没想法 没灵感 还适合想偷懒的人 那MyMap呢它支援中文 所以你问它的 跟我们用Chair F2 Chair F2 GT一样 你用中文就可以了 那待会呢各位你要点开的时候稍微注意 你用后面这个 你从这边进来不用注册账号就可以用 如果你从前面进去的 它就是请你 注册账号 然后呢只告诉你付费方案是什么 因为它现在暂时刚开发出来所以 还有开放 我们就是都可以免费使用 那我就从这边 你看我把这里打开 开 好我用这个 Edge浏览器 那因为它有翻译嘛 所以我等一下打开了 直接翻给各位看 你就知道 它这个工具拿来做什么 好我把它翻译一下 这里总共有 这么多个 把它变大一点 这样我们来看 首先你可以拿来做 新制图 拿来做论文 还有 脑力激荡 然后呢视觉 展示这个就是像简报 然后这边 视觉故事有没有 写成程式 还有路线图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那个 流程的 故事情节的 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什么 看板 还有一个 叫做SWAT分析 好它总共有这么多 那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是从哪里 从这边 新制图 点下去 你就会进到它的这个模式里面来 好这边就不用翻译了 在这里 那老师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各位 我们最近常看到 这件事情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的冲突 对不对 好那 这个的话呢 如果你对这些原因 我们也不太了解 你可以请他 帮我们 解释一下 那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担心 因为有些时候 你光这样子讲 他可能会回答你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担心他 不是用繁体中文 你可以告诉他 请用 繁体中文 中文回答 这样也可以 那我们就按 生成 接着 你就可以开始用了 那我会喜欢这个MyMap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是比较灵活的 不只他可以生成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修改 好所以你看中间这一块 有没有开始帮我们生成了 那你看这个过程里面 你如果你要把我们这个白板 把它做放大 就跟你平常网页放大一样 Ctrl 加上滑鼠的滚轮 往前 往后 就可以 如果你要平移 就是各位 按住键盘上最大的空白键 把按住不要放 所以你看他很认真的 告诉你 这里有一些他的历史的渊源 还有他们的冲突 是在哪几个地方 那整个现在的局势 未来的展望 可以怎么做 对不对 这样子有没有感受到 新制图 就生成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你想保留就在上面打个勾 他就把你现在这块留下来 那如果你想要 了解的更多 你可以点到 任一个节点 比如说你想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犹太复国主义 你就可以来这里 点到他除了可以直接 修改这些文字内容以外 你还可以怎么样 你看我们点到他 有没有 你可以问一下 这个部分 我可以再怎么 做改进 甚至 可不可以把我 变短一点 或变长一点 甚至你帮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 或者 扩充他的观念 我们先来用解释 你看我按下去了 你看他在后面有没有继续把我们生成 什么叫犹太复国主义 也有他的什么历史背景 对不对 那这中间呢如果这两个你想要把他做连线 一样可以你看上面这里 在这边 有没有提供连线 好吧按下去 就是你从这里 连线 连线到 看你要到哪里 好你看连过来 有没有 看你要连到哪一个 就把他连过去 这样就好了 有了 这样这两条就连起来了 像这样子 好那如果你不要就把他删掉 这样 一样可以 好所以我点到他 告诉他 我要从这边 连连连连过来 这样子 好那你也可以自己再去打字 好增加文字啦 或者你要把 收集到的网页资料 把网址贴上去 甚至你要上传附件 通通都可以 所以在这边 其实就好像 我们 用KEMA的白板 你可以用这边来做什么 整理 那这些节点呢 我们一样 可以怎么样 去做新增修改删除 通通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 使用这个 MyMap很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像这样子 自由的使用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或者是做所谓的共编 他目前我们免费的方案 也就是没有注册账号 最多应该是五个人 同时线上编辑 那你也可以像老师 做的版本一样 我就直接把它分享 取得共享联系 大家就可以一起进来看 这样有没有很方便 使用上的话其实 你会发现说 这个 这个 白板 那我可以 像这样去增加 效果就很好 老实讲他其实还是可以做 做很多其他的 还可以做简报啦 之类的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 你看我们 透过这样的方式 有没有比较好玩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 比较视觉化的版本 也可以喔 刚刚是用新制度的方式去呈现 那如果你 用 比较简报式的 就是我们刚刚他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类型叫做什么 视觉化展示 他就有点像我们在做简报 有没有 他会自动帮你生成像这样子 有图 有文 有他的基本内容 所以我说他简报虽然不是那种 美工上做得很好的 但是他帮你把 每一页的重点都 弄出来 那你就可以 可以针对 这样子的方式 你在下面 有没有可以直接做简报 对不对 这也是另外一种简报的方法 那如果你是用新制度可不可以做简报 当然也可以 他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叶框 就在上面这边 叫做frame 你可以选择108.640 就是水平或垂直的 假设我是水平的 那我们就来这边 我来增加一个 OK我就把它框起来 比如说我第一个要讲这里 我就框这里 那这样子呢 就是我的第一页 所以你点到他 在这里 这个就有了 好 如果我要增加第2个 我要介绍这里 好第3个 来第4个 第5个 好然后再来呢我想要讲到这边 所以你可以把你原本新制度 当作是一个什么路径 跟我们做focus概念有没有 我们不是有mango吗 mango Presentation Maker 跟那个概念一样 你要做简报的时候我就进入简报模式 好一开始先看全部的 接着 往后面 这是我的第1张简报 第2张简报 第3张 第4张 有没有都一样的概念 现在只差在说他画面没有像 我们 每一边这样做那么多 但是以概念来讲 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 各位应该这样就感受到 效果 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都可以命名 都可以命名 你的页 可以命名 让你比较清楚 这个部分我要讲什么内容 OK 那当然你要个别加入文字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像这样去使用 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的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里 如果我把他 一样 请他帮我出一个 提主 你看 你 不见得 只有 很短的一句话 可以问他 你也可以完整的讲出来 你看我请他帮我做 有关于 你闲海危机 好这个也是地理课本里面的 但是呢 我请他 做一个情境 用 大雄和 多来梦 好那他帮我 把情境写好之后 再帮我出题目 那我们来看看 看看这个 他帮我出什么样的题目 好你看 他帮我出好了 来看一下情境 就根据我刚刚的 他说这样的找到了 描述一下 好第一题 有题目加四个 第二题 第三题 这样是不是 有了 所以 用ChatGP是一种方式 用这样的方式 呈现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这个 各位都可以 马上去应用 这样了解了 所以什么叫做Mindmap 真的 没有太多想法 没有灵感 当然可以用啊 对不对 你就给他一个观念码 或给他一个关键字 然后慢慢去延伸出来 本来这些资料 我们都要透过 收信群 来看的 但是呢 现在透过这样的 网站的服务 他把 新制图 白板 甚至简报的生成 就直接融合了AI 有了小帮手之后 你真的 变得更方便一点